杀疯了杀疯了 那个女人带着当年血洗B站的霸气 来血洗芒果台了 浪解四出舞台公演 日本选手美伊里亚全开麦线跳极乐净土 超强的唱跳实力直接杀的内鱼措手不及 这首极乐净土的杀伤力有多大 一惊开麦直接让无数网友DNA疯狂跳动 当年仅评级句歌词 就掀起了全民翻唱热潮 恐怖之事直接血洗B站版面 如今回忆杀风下有网友不禁指呼 恐怕只有巅峰期的蔡依林来 或许才能给这场赛带来悬念 美伊里亚今年已经30岁 而且被网友拔出已婚 但作为无数宅男女神 岁月似乎没动她分毫 台下可爱甜美顶着一张二次元的动漫 台上嗓音醇厚霸气侧漏 让无数二次元宅男粉 以及被惊艳到的兴粉 纷纷端起手机 打开会员为美伊里亚疯狂打头 在出舞台之前 人气排名是芒果自家人谢纳断层第一 刘希君Ella紧随其后 而甜美女神须怀欲呼声最高 但没想到继续年亡心灵之后 芒果再次压错宝 本想继续搞一波回忆杀 没想到却被二次元乱杀 仅在出舞台结束不久 美伊里亚便一飞冲天 票数突破千万断层第一 彼时彼排在第二名的谢纳高一倍以上 彼排在第三名的陈斌高五倍以上 而这位陈斌名不见经传 之所以能排在第三 网传只赢他的投票按钮就在美伊里亚之上 让一众卯了的二次元粉不小心按错了 才误打误撞将其送上高位 事后陈斌也亲自发文 感谢网友们失误的台爱 如今一公演出在即 美伊里亚的票数已经意气绝尘 疯狂突破四千万 这个票数比第二名到十二名加起来总和还多 不禁让粉丝直呼二次元的力量你们一无所知 外国人来交内鱼做人了 其实自打上一季开始 浪姐出道位就没有场外投票 如今这个投票不过是超过一百万 就能解锁选手的舞台直拍 但美伊里亚的粉丝们主打叛逆 就是要让喜欢的选手站在断层高位 而恐怖人气下断想芒果就算不连夜增加镜头 也不敢轻易给美伊里亚写出寄天剧本 但节目播出后也掀起不少争议 认为有必要这么狂捧一个外国人 帮着他打内鱼的脸吗 甚至还是一名日本人 对此网上早就给出过声音 爱国绝不是锁国一档节目而已 无需掺杂太多 何况内鱼现状早就需要有人来对比教育 而美伊里亚的人气也绝不是虚高 唱跳俱佳的实力 亲切热情的性格 可爱甜美的颜值以及回忆杀的buff加持 让他人气响低都不行 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位外国人身上 无数网友却看到了 比很多内鱼姐姐还要充分的诚意 作为一档唱跳竞演节目 出舞台上向有的姐姐干巴巴站桩 有的姐姐实力不佳 全程要调音辅助 有的姐姐随意应付被吐槽滑水 美伊里亚则是全场为二开麦唱跳的选手 而尽管带来的是日本歌曲 她也会特意填唱中文歌词 在得知一场演出受惊喜爱后 美伊里亚也立刻发文回应表达感谢 当节目中跟别人交流听不懂时 她的方法就是先说谢谢 除此之外 美伊里亚还十分严谨懂事 在观宣演唱会行程时 直接将台湾明确归属到中国 甚至早来上浪姐之前 美伊里亚就曾写过一首桃园练歌 而这是她专门送给中国粉丝的歌 在接下来的演出上 她将搭档神曲制造机 宫明娜一起演唱《花海》 当练习视频公布 二人的清唱直接暴露唱功 不要你离开 回忆划不开 劝你的宠爱 我在等待重来 天空仍灿烂 她爱着大海 而认真学习中文的美伊里亚 还被弹幕腊屏咬姿比原唱周杰伦都清晰 如今在二次元护架下 美伊里亚暴杀内鱼 这其中除了情怀的加成 也再次印证了真诚才是西粉的捷径 实力才是最大的资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对此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鲑鱼 喜欢点本期视频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见